大家晚安 我是美萱 今天的天气三个字就是热热热 中午出门买饭的时候好像快要被晒昏一样 为什么一下子太阳变那么大呢 主要就是受到偏南风的影响 再来呢我们来看这个卫星云图上面 你可以看得更明显哦 因为吹南风再加上呢 现在高压势力牺牲过来 把这个云啊全部都给推开了 所以呢在这个天气晴朗状况之下呢 太阳一升出来因为没有云的遮蔽 增温幅度非常的大 像是今天呢大概十点多的时候 台北已经热超过三十度了 而且今天整体来说最热的地方 同样也是在台北市 高温呢出现了三十三点六度哦 也因为呢这个温度比较高热力作用的影响 所以午后雷震雨的状况最多的降雨 是出现在中部的山区 南头地区呢今天的午后雷震雨的累积雨量 有超过六十毫米达到大雨等级 明天提醒您同样要注意了 中南部的山区一样会有午后雷震雨的状况发生 而明天的天气状况呢 我们来看地面天气图 跟今天还是蛮类似的哦 现在高压势力就是蔓延到台湾这边 转吹南风 明天同样很热哦 在整个西半部地区 高温来到三十三三十四度 东半部地区呢也有三十度的高温 紫外线也都是比较强的 特别注意防晒了 而这样的稳定天气呢 一直维持到礼拜天 来到礼拜天呢有看到下雨的符号 因为这时候有一道微弱的封面 接近我们在北部平地以及中南部山区 午后雷震雨的状况 机会会增加 但是比较明显的降雨 我们要来到礼拜二了 西上局的资料已经观测到了 到时候有道封面要来影响我们了 全台都有机会再下雨了 继续带各位来关心明天的天气预测 首先看到北部地区 明天依旧是大太阳 高温可以冲到三十三度 中部地区同样是蛮热的 最高温在云林有三十四度 而南部地区同样是太阳高高挂 最热三十三度 而东半部地区呢 就只有在宜兰降雨几率有百分之二十 可以带雨雨伞 而外岛地区就要提醒您了 特别注意局部物的出现 好明天呢太阳非常的大 提醒大家可以穿轻薄一点 多多喝水注意防晒了 二十五度 水有十三度 二十三度 尽重